IT精英放弃高薪 半路出家 为什么当起农民 大概最后前后翻译了大概60万字的技术文件 苦瓜酿酒 身价翻翻 创业八年 它如何苦尽甘来 创业很辛苦 希望成功以后实现苦尽甘来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型农民这个话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农业早已告别了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生产方式 农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近几年 新农人成了农业里的高频词汇 大学生逆势下乡的现象开始涌现 跟传统农民不同的是 这些进入农村的新农人 不但拥有更高的学历 很多人还有着很强的创新意识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就带大家认识几位特别的新农人 今天天气比较热 好 大家后面的人快点 陈斌是鱼羹田农场的创始人 朋友们喜欢叫他大鱼 他自己摸索出来的鱼菜共生模式 吸引了不少求学者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蔬菜长在哪里的 有泡板掀开 你看 这蔬菜长在水里的 它那个蔬菜长在水里的根系特别发达 因为它的那个没有土壤的阻力 可以适应生长 我们的这个水里面不能用农药 因为我们水里面有鱼 但是鱼在哪呢 种菜槽中的水呈流动状态 植物根系清晰可见 然而奔着鱼菜共生而来的求学者们 却并没有见到鱼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鱼菜共生的那个鱼 就养在种菜槽下面 实际上我们是养在鱼池的 在鱼池通过管道跟蔬菜去连接 这个鱼就是我们的德国经理 鲁斑鱼 司法人叫鲁斑 这个鱼现在已经有一斤多一点了 就可以上市了 它的没有任何的土腥味 这就是陈斌探索实践了八年的鱼肥水 菜净水 水养鱼 鱼菜共生循环模式 这一套模式不仅全程不用化肥农药 还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来 你看这这么多鱼 我们传统水采养殖会产生大量的 这个鲨蛋和亚硝酸盐 很多养殖护士植牌 被造成我们农村的面染污染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水里面的鲨蛋和亚硝酸盐 通过微生物分解能变成蔬菜的养分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去种菜 你看那些蔬菜的养分全部来自于鱼分转化出来的 我们就变废为宝了 又能实现零排污 同时呢我们的蔬菜又能得到这个养分 别看陈斌现在讲的头头是道 像个地道的农夫 他之前的工作跟农夫八杆子打不着 从前陈斌是个标准IT男 从事软件开发 而且薪资不菲 2013年厌烦了无休止血代码的陈斌 回到成都做起了农业 我教你我教你 你看啊 打黄瓜这样 掰就断了 来尝一下 什么味道 比较清甜吧 比较清甜 对 暑假 陈斌经常带孩子来大棚 棚里的这些黄瓜和西红柿 可以摘了直接吃 当初为了让孩子吃上这一口生态蔬菜 也为了能有份事业 陈斌半路出家 开启了鱼菜共生的养殖模式 当时在国内鲜少又能够借鉴的案例 陈斌自己埋头翻译了六十多万字的英文资料 大概最后前后翻译了大概六十万字的这个技术文件 最后慢慢地形成了我们现在农场的技术管理规程 大概按头工作都做了六个月以上 每天下不开始一直要干到凌晨 从纸上谈兵到实地操练 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探索鱼菜共生的前三年 陈斌不仅颗粒无收 甚至还赔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我们有一次去禁鱼 没有经验 也没有去做隔离检疫的这个措施 直接带了一个寄生虫的鱼弄进来了 那个时候结果放进来以后 它一下就爆发了 我记得一夜之间死了两千斤鱼 那个时候对我们的打击就很大 一夜之间几千斤鱼全部死光 所有的努力被打回原形 陈斌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 家人也希望他能放弃 卖了一套房子 后来把咱们住的房子抵押了 心理压力也很大 因为农业周期太长了 就是说我们的资金 我很担心就是我们投入的资金 不足以支撑到成功的那一天 所以当时我就劝他 我说还是回原来的IT公司工作吧 因为一三年他辞职回来的时候 他的收入就能达到三十万一年 我们讲究一个死磕吧 就是没放弃 家里不同意 家里那个埋怨 我们也就最后可能当晚有点不舒服 但第二天又重新精神饱满地 就投入到这个农业中 收拾好心情 陈斌相信自己一定能种出好菜 养出好鱼 此后两年鱼菜共生模式终于有了回报 2018年陈斌的农场收入达到150万元 纯利润30万元 农场小有盈余 陈斌开始扩大规模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们有两个棚的苦瓜 一天的产量八百到一千斤 根本卖不完 卖不完怎么办呢 我们就找人批发 好求别人 因为你的量对批发上来像小了 好不然来了以后 我们把它打包好弄上去 最后给我们结算 八毛钱一斤 气都气死了 然后我们最后算一下成本都不够 菜剑伤农 既不能低价卖出 又不能眼看着蔬菜烂在地里 这一次的经历 陈斌虽然很生气 但是脑子里又冒出了新的想法 有一种做法可以做苦瓜酒 我们叫苦境甘来苦瓜酒 我们把它定位成创业者的酒 就是创业很辛苦 希望成功以后实现苦境甘来 陈斌算过一笔账 一根苦瓜就算零售价售出 最多能卖三块钱 毛利润在10%左右 而加工成苦瓜酒后 一瓶酒的身价就涨到了78元 毛利润在50%左右 很多人都问我们那个苦瓜酒 那苦瓜为什么在里面 好 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揭秘 你看这个苦瓜这么小 它已经授粉好了 已经开始结果了 它大概这么细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套到瓶子里 套到瓶子里 然后呢 这上面把它系在这个网上 接网上把它 把它拴好 拴好以后 它这个苦瓜就会在瓶子里面膨大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苦瓜长到那个 拿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比如长到这么长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剪掉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最后给它灌上这个高粱酒 这就是让陈丁引以为豪的苦瓜酒 上市仅半年时间 就卖出了近万瓶 尝到了甜头的陈丁 陆续推出了草莓酱 草莓酒 这样一颗小小的草莓 能创造出百元的产值 我们种植草莓跟那个传统农户不一样 传统农户是按照一个大棚或者一亩地的产量来算的 我们种草莓怎么算产量 我们算一颗草莓的产量 最后我们不光是算产量 我们算产值 可能里面三分之一是鲜石草莓 就是比如说有些品相不错的草莓 我们做电商配送 配送到成都市区给我们的市民 第二个就是我们做草莓酱 又会出现另外三分之一 最后三分之一就是我们做草莓酒 这样的话我们测算下来 差不多一颗草莓整个柴果期 柴果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百块钱的收入 农场生意开挂 陈丁的想法也越来越多 眼下他正借助直播的风口 将自己的产品卖向全网 在陈斌的直播页面上 售价99元的鱼菜共生 百问百答课程备受欢迎 我们做农业 我们不是说真的只能在地里 刨出来的农产品才是产品 我脑子里面装的农业技能 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产品 我们经过了半年的尝试 现在全网也卖了将近50万的人民币了 这个课程做完以后 研发出来以后 它就不会陆续 不会产生成本了 我现在正在录的课是有点贵的 将近4000块钱 但真的假设我权力以赴做那个课 我们今年预期光那门课买300万 陈斌也没有想到知识付费这件事 能从自己的农业项目上得到实现 眼下除了种菜养鱼 陈斌最重要的事就是权力备贺了 2021年 他的农场综合收入将近300万元 纯利润近100万 目前我们园区已经培育了像鱼跟田这样的26家乡村振兴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将这样的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好的模式 好的经验 好的理念 推广到全国 大学毕业 他没有留在城市 却下乡当起了荔枝小哥 跟这个荔枝园是一起成长 小伙伴打造荔枝联盟 带领老果农共同致富 以前那个老风发就修兽荔枝不行的 就靠你们年轻人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吃好不好吃 又是一年荔枝季 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国农刘靖超一边招呼着客人 一边忙着将一筐筐刚采摘的柜位 糯米瓷 仙禁凤等不同品种的荔枝 运到国厂的分解处 品相差 个头小和开裂的荔枝会被剔除掉 精心挑选的荔枝 装进印有增成荔枝特定标志的纸箱中 平时人多最多可能那天有三千五人 就是正常的周六都平均有两千人左右 一天的话平均下来大概六千到八千斤 最近那个柜位差不多要收尾了 往后又把精力要放在这个推广 仙禁凤的事情上 虽然常常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但刘靖超还是很开心 家里荔枝产量今年约有四十万斤 不仅销量好 价格也好 最便宜的柜位也卖到每斤十五元左右 仙禁凤更是高达五十元一斤 眼下正是先进封荔枝上市的好时候 刘靖超每天都要到荔枝林里 看看生长情况 刘靖超是地道的栗三代 家里原本就有两百亩荔枝林 2011年大学毕业后 他没有留在城市 而是回乡做起了荔枝小哥 跟这个荔枝园是一起成长 有时间或者放假 平时都会待在这个荔枝林里面 寄托了我爷爷 我爸爸跟我这一代人的梦想 虽然寄托了三代人的梦想 但荔枝林过去 一直没有给这个家带来期望的财富 采购商的不断压价 让刘靖超很不爽 每年都是那几个客商来采购荔枝 价格就被他们压了死死的 他们说飞起销四块就四块 三块半就三块半 价格的掌握权都是在客商的手上 刘靖超迫切地想要做出改变 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电商销售 和将客人引流到果园 这样客人能吃到最新鲜的荔枝 自己的收益也能提高 但从没有触往经验的刘靖超 有点泛难 电商知识怎么补 销售渠道能否稳定 运输质量怎么保证 每个问题对他来说都是一道难关 万幸的是刘靖超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从一开始就邀请了几个好友 一起回乡中荔枝 从市场调研到平台搭建 再到直播运营 这些年轻人现在已经非常专业 在荔枝季之前 他的粉丝量是两千 然后现在就做了一个多月 是七千多的一个粉丝 像我们一个就宣布 我们今年开源的一个视频 就拿了一百多万的一个播放 对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像我们就在开源前一周 我就用了一周时间 我们就冲到了一个 就采摘版 抖音在采摘版的一个第一名 跟刘靖超预想的一样 立志在电商平台的销售非常火爆 成立电商团队 不过三年时间 线上销售额已超过线下 立志磷去年扩大到五百亩 产值也翻了近三倍 达到六百万元左右 传统渠道大概占到今年的话 那个产量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采摘油的话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通过电商渠道走的话就百分之三十 刘靖超立志卖得好 增成不少果农都知道 所以也想托刘靖超帮忙卖立志 而刘靖超却想得更远 今年四月初刘靖超提出要建立立志联盟 这和马车党委书记刘仲平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们马车们有 扎起来差不多有八千毛立志 品种有二十多种 一定要达到了共同支付 赚多钱了肯定很多人来种立志 因为太多立志了 卖出去去卖不出去 那么品种那么好 真的太可惜 有了村之书的知识 刘靖超和几个年轻人立即行动 走访 考察 游顺优质的国厂 包采同盈商和物流企业一起加入进来 以前那个老风发就修售立志不行的 请到立志人们订商 网络就靠你们年轻人 经过刘靖超的动员 增成的五十多位果农加入了立志联盟 今年六月二十四号 增成立志联盟正式成立 联盟里的八千多亩立志 统一包装 统一品质 统一销售 果农们只管种好立志 不用再像从前那样操心卖立志 林族下雨就怕了 都又赶快又把它采完才行 不是天气好就会烂掉了 家里的人们有渠道的 他们就花成钱 所有啊 多少啊 用那个大客户过来 就把那个立志全部都消出去就好家了 各位同行的 谁要货的 我家里有三百斤归位 今年是立志小年 虽然价格高 销售却依旧十分火爆 刘靖超的一个网店 仅用了二十天时间 立志销售额就达到两百万 今后的发展呢 我们政府也做了一些规划 政府牵头啊 准备建立这个 创建一个农产品的电商产业园 带动这个种籍户啊 规范 种植 扎大立志人们的生存力度了 我们立志人们的这个品牌生育啊 得到有效的提升 大学毕业 白领女孩 为什么回乡 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我爸爸呢 也希望说能够借助 现在政策利好 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呢 我们可以就让我们回来 拖拉机 收割机 插秧机 无忍机 玩转各种农机 它被称作田间的变形金刚 开农机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男生可以开的 女生也一样可以开 甚至可以开的比男生更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可以说是一年之中最忙最忙的时候 然后呢 全部四五个房间连着来 说的话我们现在时间就是金钱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采用了 这些最新的一些新的技术 跟设备 九五后沈彦芬 是广东增城有名的农机美女 最近她和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在忙着给重量大户玉秧 整个收费的话 相对传统来讲 可能会贵一点 稍贵一点 但是它效果会比较好 80到100 这个玉秧的这块利润的话 相对应该是在30到50左右 别看沈彦芬收费价格高 但是来找她的重量大户可不少 沈彦芬是农机二代 父亲沈灿兴擅长驾驶各种农机 2009年成立了增城市乡农机专业合作社 是广州市增城区最早一批经营农机耕种服务的主体之一 2018年 父亲说服沈彦芬 让她回到了家乡 都会有一颗像往事和远方的一种心态 而且我在深圳很多年 有六七年时间了 我对深圳那座城市是有感情的 近几年乡村振兴 然后尤其对我们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非常利好 然后我爸爸也希望说 能够借助现在政策利好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就让我们回来 沈彦芬放弃了深圳的白领工作 回到家乡干起父亲的老本行 从来没有摸过农机的她 从零开始学习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就真的是去到田间地头 一线里面去每天跟着我爸爸身边 然后他在田间里面作业的时候 我也跟着他身边 一直在外面去讨业务 跟在父亲身边时间久了 沈彦芬不但学会了开农机 还发现农机服务其实大有可为 但是光靠他和父亲两个人还不够 沈彦芬又把目光放到了弟弟妹妹们身上 最小的两个弟弟妹妹 他们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了 然后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还有能力 综合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们更多是在一线比较多 前面三个大的 就是更多是在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层面 业务层面还有财务层面 整个模块来去进行 对 大家有所分工 打虎七兄弟 上阵父子兵 兄弟姐妹的加入 很快改变了陈旧的运营方式 合作社开始有了同意 开农机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男生可以开的 女生也一样可以开 甚至可以开的比男生更好 女生的话比男生要更细致 更细心 现在沈彦芬五姐弟 对于拖拉机 收割机 插秧机 无人机 等各类大中型农业机械 都样样精通 尤其是四位沈孝芬 被称为玩转前奸的变形金刚 去年 沈彦芬还在广东省水稻机收 减损技能大比武广州赛区比赛中 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去作业的时候 开到路上的时候 然后凡是看到我的 回头率100% 都觉得一个女生肯定开的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通过我为他们服务 作业 然后他们看到我的作业效果都认可 马上就要到岭南下收 下种的季节 沈彦芬忙着分配任务 他把团队分为机收组 机叉组 机育组 机植宝组 所有的农机设备也都已经保养完毕 在沈彦芬的带领下 合作社已拥有成套的农机作业机具 基本覆盖田间生产全过程 作业机具总价值超300万元 去年年产值高达500万元 从节目里面我们看到 当前有一大批有知识 有文化的80后 90后 耕耘在田间地头 成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跟他们的父辈相比 他们更懂得运用科技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 科技正在成为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而要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关键是技术的推广 节目里这些新农人是最接地气的田状元 土专家 他们的身体力行 现身说法更直观 更有说服力 他们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将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